你好 今年的第一季劇推 來啦 這一次呢 依舊看了七七四十九種以上種類的劇 那裡面有非常日常 而且台詞充滿FU的愛情成長劇 那當然呢 也有故事還有特效兼具的慢改劇 在這競爭激戀劇海中 究竟是哪幾部進入到Y的排行中呢 以下按照星級來主意列出 出軌的話就死定了 2.5顆星 這一部呢 應該是我近期看過最懸疑的劇 一直感受到這部想營造的懸疑氣氛 但是過多的疑點都沒有好好在中途給收回來 讓我們帶著問號看完整部劇 卻沒有激起任何好奇心或是驚喜感 三顆星 前段呢可以說是很可愛的清新小品劇 雖然我很常受不了女主超多現實的呆猛感 但還算說的過去 重點是結尾真的老派到有點不可置信啊 喜歡小清新劇的人可以嘗試看看 如果對於這部演員沒有很大的愛的話 這部建議可以不用看了 因為後半段劇情走向實在是 讓人越來越無言 那一些角色設定呢 到最後你也覺得他彷彿沒有了實質意義 但前半段還算是故事緊湊 此刻笑也做得不錯喔 衝著兩位男主的高顏值和優質演技收看 但女主角的人設實在是 太不討喜啦 劇情走向呢看著看著也覺得有點尷尬 但基於對於李洞旭的支持呢 還是撐完了整部 女神降臨3.5顆星 雖然這部慢改劇 在各個平台都有很高的討論度 其中配角們的劇情呢 也不乏很多可愛的笑點 但作為已經拍過千千萬字的校園劇來說 並沒有太鮮明的特色 只能說呢 衝著兩位男主各有特色的高顏值來收看 是不錯的選擇喔 前輩但是口紅不要塗 四顆星 小說改編的這部劇 主演們也都擁有著高顏值 劇情呢比較沒有太多的起伏 但是作為日常職人劇來看的話 也算是精緻小品 喜歡看職場機智生活 以及年夏男的直徑愛情的話 可以鎖定喔 拜託不要見那個男人 四顆星 以智慧AI和日常愛情作為主題 是極數不多的一部劇 討論度和修飾率雖然都蠻不高的 但其中設定了三位好姐妹為女主角 還有她們的台詞呢 都是可愛中帶點小浮誇 是蠻適合女生們收看的小品劇 咒雨夜 四顆星 相信看過前幾次Y推薦的人應該知道呢 男公民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演員之一 這一次我也帶著很高的期待感來看這部戲 一些敬畏和故事背景的設定都還不錯 但是中段比較可惜 有點脫戲的現象 值得稱讚的呢 也就是男公民的演技 喜歡超人類的這種題材的話 可以看看喔 驚奇的傳聞 四顆星 驚奇的傳聞呢 真的是雷聲大 雨聲也超超超大 前中段的劇情呢 和一些打鬥戲也真的是還蠻優秀的 但後段因為製作方呢 有做出一些調整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呢 一些劇情和剪輯水準的部分 開始有點分析不齊 還出現類似兩毛尷尬特效的部分 可惜了可惜 但這部呢 依舊不思維 是一部不錯看的熱血爽片喔 搶後調理院 四顆星 很多生活孩子的姐姐們 看完都心有戚戚焉 這部呢 用一種幽默的方式 來呈現女人懷孕前後的一些日常 劇情豐富呢 而且可以感受到職場媽咪的心境 溫暖又不失精彩度的豪劇啊 Search 非武裝救援 四顆星 這部呢 就是軍人追捕特殊物種的劇情 角色刻畫呢 算是很清楚 而且還蠻討喜的 故事穩定的前進 雖然稱不上有什麼 非常吸引人的爆點 但是動作性呢 和氛圍都抓得還不錯 這部呢也是 短集數的劇 推薦給大家 哲人皇后 四顆星 在台灣呢 每週都可以看得到這一部的新聞 雖然它的基礎劇情呢 是改編錄劇而來 但是它的劇情設定還蠻有趣的 最重要呢 是主演和配角的默契十足 每一集真的都是笑點滿坑滿谷啊 但是對我來說呢 結尾稍微有點失望 因為我還蠻期待 編劇會怎麼樣寫這部的劇本 但是最後算是打一個 不好不壞的安全牌 但是整體看下來還是很值得觀看喔 其實老實說呢 我還蠻少看古裝劇 但是基於對這部男主角的愛 我還是收看啦 整體走一個正經 但是又食而回諧的路線 主角們呢 在解決事件的時候 不會脫戲 整體來說算是中規中矩 如果想收看輕鬆的古裝劇的話 可以試試看囉 這一部不用說呢 應該算是近期最精彩的慢改劇了吧 前段劇情和特效呢 非常還原漫畫 不過因為要把一大票劇情 壓縮到短短集數裡面 所以它的中後段呢 開始有蠻多的改編劇情 而我身為原作派的話 是覺得這樣有點可惜 很多漫畫裡面的怪物啊 還有怪物的一些生成背景 都沒有交代出來 後面呢感覺就是為了拍續集 所以走上一個非常不同的結尾 只能說先看劇 再看漫畫的話 就不會像我一樣有太多的遺憾了 這次呢其實我也非常非常想推薦這一部劇 它呢是改變過去產生蝴蝶效應 這樣子劇情的劇 在前面有信號這種神劇的壓力之下 這一部其實也並不遜色喔 劇情呢基本上沒有什麼bug 反轉的時機呢也都抓得還蠻不錯的 當然有個重點是 男子角的演技也受到非常多的稱讚 它將角色表現得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那當然還要稱讚其中優秀又豐富的剪輯手法啊 搭配幾乎完美的音樂和音效 真是極不一樣這一部 這一回我要推薦的劇呢 跟我以往推薦的蠻不一樣的喔 它呢在播出當時的討論度也並沒有非常高 是由人時玩和身世錦所主演的愛情成長劇 第一點 台詞又唱而且有深度 這一部劇呢最讓我推薦的點就是台詞的部分啦 雖然每個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樣 但是大部分的對話安排都幽默而且很有內容喔 它算是幾乎完美的展現了每個角色的個性 搭配這一次的選角呢真的非常適合 我個人認為整體角色的塑造是這一部劇打入人心的重要關鍵啊 第二點就是剪輯風格 這一部劇呢整體使用的濾鏡是清新又溫暖的感覺 劇情的銜接點呢都很流暢 而且安排了不少有趣的橋段穿插在劇中 看似整體風格平淡 但卻深深被吸引啦 忍不住一集一集接著看下去 第三點 角色互動自然 這次其中兩隊主演的互動呢 讓觀眾們都很辛苦辛苦啊 這兩隊呢都還蠻有CP感的 重點是他們在同性之間的可愛友情 也總是讓大家會心一笑 其中呢不凡有很多生活化的一些互唱的互動啊 或是成人之間的打鬧情節 都讓人看了相當的入戲啊 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這一部真的是我們這個年紀非常值得入坑的一部好劇 因為就我所知呢 有還蠻多人是因為演員而沒有打開這一部戲 但我覺得這樣實在是太可惜了 如果你喜歡這種可愛又溫暖的成長劇的話 你真的真的不要錯過 最後再來告訴大家 我目前正在追的劇有 學習佛斯 怪物 Times Lincenzo Mouth 其中呢我給整體評價最高的是文森佐喔 剪輯和音樂呢都十分的到位 主演宋鐘姬這一次也是帥出了新高度啦 想看這種以惡制惡的爽劇 絕對不要錯過喔 那當然還要稱讚其中優秀又豐富的剪輯手把 好 以上就是這一季的韓劇推薦 這一次的劇呢依舊是主題非常的多元 如果你有其他推薦的劇或是有其他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留言詢問我喔 也不要忘記關注我們的IG動態喔 那我們就下一季的推薦再見囉 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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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